梁清帆继续说道,包序作为腾达最老的一批员工,还是陪总特招的。很多比他晚到游戏部门的人都纷纷升任主设计师,或者成为其他部门的负责人,唯独包序,到现在还只是游戏部门的一个普通员工。他工作做得不好吗?肯定不是。如果他真的工作做得不好,怎么可能经常拿优秀员工第二名呢? 所以,包序想要做负责人,早就做了。他就是这样淡薄名利的性格。这次他为小吃集是忙前忙后,尽心尽力。但你什么时候看到他抢工了?完全没有吧。显然,他是做好事不留名,想要把功劳留给我们两个,才特意不来的。张亚辉恍然点头。原来如此,包序这种胸怀,真是令人钦佩啊。 腾达真是一家神奇的公司,各个部门通力合作,完全没有门户之线,每位员工都对其他部门热情地伸出援手,明明不是自己的工作,却做得跟本质工作一样上心。 这次小吃集是能成功,真是多谢,你们两位了。 一会儿裴总来了,我一定为你们两个多美言几句。 梁青帆摆了摆手,不必客气,都是为裴总做事吗?而且也不用替我说话。 我改造美食集市的事情,裴总早就知道了。 而且,我有树懒公寓等其他的产业,不缺在裴总面前露脸的机会,不用说,裴总也会把属于我的那份功劳记下来。 依我看,我们还是一起为包续美言几句吧。 他不仅为美食集市注入了灵魂,提出了这抹有意思的构想,还完全不贪功。 这些功劳,如果我们不说,裴总真不羡地能知道。 虽然包续淡薄名利,但他既然付出这魔多,就该被所有人知道,总不能真的让他默默付出,没有回报。 张亚辉赶忙点头,你说的没错,那等一会儿裴总来了。 我们多给包个表表公吧。 两个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。 虽说三个人各有分工,具体谁出力最多很难分的清楚。 但张亚辉和梁清帆都是负责人不缺在裴总面前露脸的机会。 但包续就不一样了,本来就是从游戏部门跑来自愿帮忙的,又不是负责人,现在还主动不来,不在裴总面前表现。 张亚辉和梁清帆要是不说,谁还知道包续给小吃集市出了这魔大的力。 于情与理,必须得给包续在裴总面前表表公。 两个人刚商量好,裴总就到了。 张亚辉和梁清帆立刻赢了上去。 裴总,怎么样对我们的工作还满意吗? 裴谦表示呵呵,满意,太满意了。 满意的,恨不得现在就给你们订张机票让,你们到西伯利亚旅游去。 把小吃集市做成赛博朋克风格,这是谁想出来的? 给裴谦留下最深刻印象的,就是这个赛博朋克风格了。 在来之前,他也曾经对小吃街的样子有过很多众猜想,但不管想得如何精美,如何大气,也都还局限在现实中小吃街的样子。 谁知道,这边直接来了个赛博朋克风,这谁顶得住啊。 张亚辉和梁清帆对视一眼,各自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。 裴总竟然主动问起来了。 太好了。 郑愁没示摸太好的切入点给包哥表公呢。 如果裴总没有问起的话,两个人介绍包序的功劳,多多少少会显得有点刻意,不那么自然。 这种行为在腾达,其实是不太提倡的,裴总对邀功这个行为比较反感。 虽说是给别人邀功,但也不保险,容易惹裴总生气。 但现在,既然裴总主动问起,那只要如实回答就好了吗? 梁清帆说道,整个设计的具体方案是我来做的,但这个点子是包序提出来的。 而且,包序还帮我找到了大量的游戏原话,概念图为我的设计工作出力不少。 裴谦愣了一下,随机器的嘴角微微抽动。 包序?你不好好的去旅游,跑小吃集市瞎掺和啥呢?这是跟你有关系吗? 啊?有关系吗? 裴谦咒没问到,包序怎么会来参与小吃集市的设计。 梁清帆回答道,之前他不是和我一起去旅游吗? 回来的时候,正好碰见张亚辉来找我商量小吃集市的事情。 他也很感兴趣,于是跟游戏部门那边申请了一下,到这边来全程帮忙了。 裴谦有点无语,游戏部门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? 你们的人怎么说放就放?让包序在游戏部门好好工作,不行吗? 哦,包序是元老,默认管得了啊,那没事了。 虽然很气,但生米都煮成熟饭了,也没办法。 如果包序只是灵机一动,提出了赛博朋克风这个装修主题的话,那也勉强能算是个无心之师,可以原谅。 梁清帆说道,裴总,到里面转转吧。 裴谦点点头,在两个人的带领下,迈步往里走。 张亚辉介绍道,裴总,整个小吃集市的面积很大,里面的结构也比较复杂。 尤其是,未来可能会把外面的整条街都拓展成小吃街,所以就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手段对顾客进行引导。 在这方面,我们做了两手准备。 首先,是跟腾达生活AP合作。 在AP中加入了赛博朋克小吃街的新板块。 这里有一个专门用于小吃集市的地图,顾客进入这片区域之后,就可以通过地图和定位,实时查看自己所在的位置。 整个地图的界面风格也是赛博朋克风,充满科技感和机械感,兼具实用于美观。 除此之外,这个地图还有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。 小吃集市中有许多的互动任务,日常会随机刷新小摊,成为半价体验区或者免费区,这些都可以在地图上看到。 摊位分成青铜、白银、黄金、钻石四个级别,档次越高,座位就越多,位置也越好。 长时间的钻石摊位就可以搬出小吃集市,到小吃街上获得一家独属于自己的店铺,具体的档次也可以在地图上看出来。 而且,所有摊位的出摊时间也都是统一规划的,因为摊主们要轮修,所以出摊时间并不完全固定。 在APP上,可以查到某个小摊具体的出摊时间和排队情况,但需要完成一些互动小任务。 这是为了刺激摊主之间的良性竞争,以及给顾客提供一点互动性,让他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有不错的参与感和惊喜感。 张亚辉一边说着,一边来到入口处附近的一个摊位。 这边的摊位也都是用赛博朋克的风格来装饰的。 而且,为了强化氛围感和代入感,入口处的很多商铺并不是小吃摊,而是卖科技仿真枪模型、药品模型或者机械一支模型的店铺。 当然,再往里走,就基本上都是小吃了。 小吃集市有两种摊位,一种是分布在小吃集市外围,背靠墙壁。 这种摊位的面积比较大,一整面墙都可以用来做货架展示商品,基本上是在卖周边。 而另一种则是,分布在小吃集市内部,会更加开放一些用作小吃的摊位。 在一个挂满仿真枪的枪械垫旁边,是一个类似于杂货店之类的店面,卖的都是一些猪如手机壳、手办、药品模型等等之类的小玩意。 张亚辉从摊位上随手拿了一个看起来很厚,很结实的笔记本。 裴总,这是我们为顾客准备的除电子地图之外的第二张地图。 这款定制的赛博朋克笔记本,外壳是由钛合金制成的,外壳表面图有黄色的PVD图层。 中间部分这一小块是黑色的碳纤维材质,非常符合赛博朋克的美术风格。 本子里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。 前半部分是赛博朋克小吃街在设计过程中所用到的一些精美原画、概念图,以及小吃街在不同阶段的规划地图。 后半部分则是空白,是留给顾客到各个摊位打卡、盖章用的。 笔记本的纸张都是特别选择的材质,纸张坚韧、结实。 而且,上面有用凹凸工艺压出的浮雕纹路。 这种工艺常常被用在一些名片上,通过浮雕加配色的方式提升名片的品质感。 而在这个笔记本上,每一页都是这样的风格。 通过浮雕效果,可以让前半部分的原画更具有立体感。 也可以在后半部分的空白纸页上提前压制出一个用于盖章的位置。 这样一来盖章的位置,就不会因为手抖而跑偏,看起来更加美观。 每个摊位都有一个特殊的印章。 这个印章上的图案是根据摊位的小吃类型和摊主的个人喜好制作的,各不相同,看似传统,却也带着一些赛博朋克的风格。 这个笔记本主要是给那些喜欢打卡,收集的顾客准备的,买不买都不影响体验。 电子地图和实物地图